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奶茶紳士 在這裏要來一個 真是說聲不好意思 上一集因為訪問了成哥 說錯年份 說了1999 實際應該是2009 在這裏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今天奶茶紳士會合室 轉了位置 去了整個外景 去了哪裏呢 去了這裏,LCB咖啡 今天訪問嘉賓是哪位呢 香港咖啡紅茶協會 副主席Howard 喂,董哥,你好 你好… 有杯美茶喝 是… 我是Howard 我是香港咖啡紅茶協會的副主席 我們其實這個協會主要是推廣 香港的咖啡、奶茶的文化 希望將這個文化 可以在國際化更多人 認識一杯美麗的奶茶 或者我們港式的一些 水吧的一些技術 是怎樣可以做法的 當然我們12年前就開始 搞這個叫做金茶王的比賽 是… 希望堂內的一些師傅 集合在一起再提升這個港式奶茶的文化 再推廣出去 其實為甚麼一開始會搞… 會想到搞這個金茶王比賽 其實當時看到特別外國 搞很多些咖啡大師的比賽 是… 一些Barrista的比賽 我們香港其實很特別的 我們有自己的港式奶茶 這麼特別的 為甚麼不可以將這件事再推廣出去 所以我們12年前在香港國際茶展 是… 第一次搞一個金茶王的比賽 就是希望把港式奶茶文化 推廣出去 為甚麼會想到用金茶王去搞這個比賽 其實我們也想了很久 例如我們看一杯這麼漂亮的奶茶 就是金黃色這個首先,對吧 是… 先喝杯… 是… 所以就變成有金茶這個字 明白 當然是一個比賽 比賽一定有個… 最厲害的就是個王 是… 所以就為甚麼金茶王 是… 又易記又… 又直接,對吧 我相信很多朋友 未知… 了解得這麼清楚的時候 即使我自己有些朋友都會問 其實為甚麼會叫金茶王 今天現在大家有個答案 在搞這個派對 會遇到很多難題 或者趣事 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最有趣的應該是 第一次搞國際金茶王的時候 因為我們又要… 不僅在香港搞 是… 第二年 是的 我們在內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舉行一個這樣的比賽 我記得那次我在上海 第一次搞一個比賽 我們還要特地提了一天 去試完所有東西 誰不知我們開始比賽 突然間停電 哈哈哈哈 每個人都站在那裡 他是大會給不夠電還是… 可能我們試電的時候 OK 不過到真正比賽 餐廳自己本身又要用電 又吃東西 是 幸好工程部都很快手 OK 處理了 大約十多分鐘左右 將電和所有東西都正常回 就可以再舉行一個比賽 都很順利地完成 不過當時那一刻 哇…死火了 即是… 水滾就茶靚 是 你煲不到水怎麼辦 好像現在玩甚麼 懶炮嗎 是 香港的奶茶文化 你怎樣看 比起可能十年前 我們開始搞這個比賽的時候 其實很開心 因為看到更多年輕人進入這個行業 好像我這樣 是的 又英俊又年輕 認年輕 是的 那這件事其實對於整體的行業 可以一直發展下去很重要 是嗎 即是在香港也好 或者在全球不同的地方 即是怎樣可以吸入一些新的血 下來 是 有這個技術的分享可以做得到 是嗎 變成我們可以將這個技術 一直承傳下去 這個是非常重要 是 我記得我在澳門比賽的時候 你是評審 是 沒錯 其實那時候 你現在真真正的問回 你怎樣看我沖的那杯茶 反而我這個比較有興趣想知道 首先我覺得整杯茶 其實我是沒有留意到哪個沖的 因為其實雖然看見上面的師傅 一直在沖的 是嗎 不過當那杯茶 一到你的桌上 其實我看到其他評判也是很專心 對著那杯茶 是 沒有想到多少號是哪個師傅 究竟是哪個 究竟是誰 究竟是誰 所以給我分數是憑那杯茶 那一刻的感覺 沒錯 明白 當然,忠哥 你贏了澳門那裡 證明那杯茶是怎樣的 為何我這麼想找你做訪問 其實也是因為你的原因 順便給一些行外的人看 他們可能不知道 其實香港只有金茶王比賽 未必很清楚是哪個間諜會去做 我才想做這個節目去介紹一下 對 其實就是這樣 你會覺得我們應該做多些甚麼去做 怎樣再繼續推廣得好些 在這一行 不同的人 譬如師傅 或者不同的供應商也好 其實大家是要很用心去把這個文化 一直可以宣傳出去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現在當然是看市場 就是整體整個國際市場 在我的角度 我也希望一杯奶茶 港式奶茶 是可以全球任何一個國家 都可以喝到一杯美好的奶茶 這件事我們是要多些 用一個開放式的心態 去教多些人怎樣去沖 或者怎樣去飲 做多些這方面的宣傳 香港和咖啡紅茶協會 搞國際金銷 其實現在推了多少個地區 可否說多一點 很多 因為 其實我相信有些朋友 未必太清楚 我們知道澳洲有 澳洲、加拿大 如果以比賽來說 當然澳門 深圳、大灣區 很多城市都去了 是 還包括我們除了比賽之外 其實每一年 我們有很多一些 去外國的推廣活動 美國華盛頓去交流 去沖奶茶、沖鴛鴦 去美國的食物去飲 去泰國、去台灣、去瑞士 通過這些機會 可以接觸全球不同的市場 其實就是慢慢 希望認識更多關於 港式奶茶這個文化 這個問題我經常會問 你怎樣看中、港澳三地的奶茶文化 我覺得很不同 我覺得 始終我想 台式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或者混合很多東西 國內的茶文化 其實全球性是最大的 內地的奶茶文化 是有點偏向台式 因為早期很多台式飲品店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當然 我們也接觸很多內地的連鎖 或者一些飲品店 對奶茶的認知 很多時候都是對於台式的風味 比較重 這幾年你看到 其實他們對於港式奶茶 那個興趣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看到 港式奶茶在內地 甚至台灣、東南亞 都會發展得越來越快 酒店裡 之前我的影片也有說過 去那裡 其實真的 牛頭不搭馬嘴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酒店 我就可以沖奶茶 但反過來 我是主角 我會覺得 整件事是一個挺好的體驗 沒錯 他們接受這件事的程度 是我意料之外 他們會覺得 正宗原來是這樣 澳門奶茶 你又怎樣看 澳門呢 對 我的發源地 對 澳門很有趣 澳門的奶茶 是很有澳門不同的風味 有沒有試過沙煲 我沒有試過沙煲 我沒有試過沙煲 我試過沙煲 我自己沙煲 我自己對我來說 比較霸道一點 是不是 我就受不了 是不是 我也是喜歡手衝 做的時間比較 需要長一點 是 出來的效果就 比較強勁 很強勁 需要提神 可以不妨吃一口 是不是 太提神 但是如果你說正常狀態 去挑戰沙煲 我覺得你未必喝一杯 在澳門 我覺得更加需要推廣這件事 什麼叫正宗的奶茶 其實我覺得很偏 而且國內我也是 國內我不是去過很多地方 都是在廣東省 我不敢說自己在做的事很正宗 但是在我認知中 現在操作 而且現在是大事 正在做大事 我覺得是要做一些正確的事 去宣揚這件事 沒錯 是的 很多時候看到 那些人特別在餐廳 因為大家計算成本 有時候用成本 去限制自己的那杯奶茶 出品 其實我覺得 有點傻 因為其實你茶 其實貴極有限 這是第一 是 即是你一杯茶的成本 你用更漂亮的茶 其實你的成本 可能只差了少許 不過你的顧客是飲得出的 是 你用漂亮的東西的時候 是 其實茶本身的價值 不是貴在茶裡 我可以解釋一下 貴在哪裡 其實可能是糖 或者伊芳奶 當然 金茶王的出品 金茶王的奶 跟傳統 可能在外面比較大陸的那些 是便宜一點的 現在其實很多人 這個世界很懂得吃 是 所以大家都知道哪裏好吃 知道哪裏 那杯奶茶好喝一點 有一些成本 都不值得去省 客人會欣賞自會 是的 對呀 那我的朋友其實基本上 都被我蠶毒了 我做給朋友喝 其實我不需要考慮 太多價值的問題 他們會覺得 我外面喝不到 正常你外面不會喝到 是 因為我不需要考慮一些 很考慮太多東西 那其實 餐廳你說 我會覺得是 可以考慮這個方向 即是在這裡 黑銷一下 對 金茶王的產品 但是可能那一元 是省了的 但是 出來的產品 可能有點差 但是可能 給多一元 可能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簡單來說 可能每日買多兩杯 三杯 其實那條數已經回來了 沒錯 你會有甚麼任務 交託給我們 現在 所有的金茶王大使 大家聽著 我就覺得 不是一個任務 不過我覺得 等於一杯奶茶 其實大家 很用心去沖一杯奶茶出來的時候 其實作為一個大使 我相信你也是要用心去推廣這個文化 是 我覺得你 喜歡那件事 愛這件事 你就會很自然 做很多事情去告訴別人 一杯奶茶的文化是怎樣 為什麼你喜歡喝奶茶 而你可以怎樣感染到你身邊的朋友 都會愛上這個奶茶 我也在努力 沒錯 其實每一位師傅 或者每一位奶茶的金茶王大使 日常的生活 做多一點點這一方面 其實已經會令到大家 對於奶茶的文化 有些改觀 或者是再提升 對 非常多謝你,Howard 今天 好,謝謝 謝謝 對,話說回來 沖一杯奶茶 那 無論如何都會給點意見 很滑 很滑 其實喝了很多 我再喝多一口 很棒 為什麼很棒呢 我覺得 首先 那個滑度 很滑 像你的皮膚一樣 多謝 比你的皮膚還要滑 正常我是需要滑過皮膚的 我也有些年紀 對 還有,其實最重要的是 那個回甘很舒服 我覺得流落在口裡的茶味 只是公司產品 也不是公司 只是因為 你舉起 你有一個漂亮的跑車 你不懂得駕駛也沒有用 我感上添花而已 大師傅又懂得駕駛跑車 最重要的是 你懂得用每一種貨 然後怎樣去調節到 一個大師傅級的 一個級數的一杯奶茶 都要公司回到好東西 有我們感上添花 這件事才可以變成這樣 所以我也要多謝 這麼多 我多謝你給我這樣的產品 我先做 我沒有這樣的產品 我也做不到 好 訪問完了 來個訪問後感 其實很開心 因為之前也是打算 找Howard做訪問 本身跟他不太認識太久 可能是在澳門 比賽完 見過一兩次面 先說說過程 在Facebook上加了他 然後問問他 有沒有 可不可以讓我訪問 最初還沒有拍攝 很擔心他就不接受 後來結果出來了 其實自己也覺得 好像上次所說 成就解所重 今天來了的餐廳 大家認住這裡 有時間有興趣可以上來試一下 在這裡會喝到咖啡 亦都會喝到奶茶 一間很特別的咖啡 有中有西的感覺 在這裡 外面有個露天 可以上來參觀一下 有空 當然先過了限聚令 大家有時間上去坐 不要緊張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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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上來 好 不斷